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一直以来 我都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斗 但是今天我却遇到了足以利奥我的强敌 直到这一刻 我才真正体验到了 生死攸关的死斗究竟能够使人提升多少实力 这就是斑稳 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两个人的速度都好快 但是一窝座瞬间就适应了一勇先生 突然提升了速度 如果陷入拉锯战 对身为人类的一勇先生太不利了 必须快点打败他 无惨才是我们最终的敌人 怎么能在一窝座这里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呢 怎么办 再不快一点 大家都会死的 不 我要冷静一点 对了 斗气 我记得一窝座在与炼狱先生战斗时 提到了这个词 斗气是什么 难道一窝座的术士可以感知斗气 我想起来了 一支柱曾经告诉过我 他也可以通过皮肤感觉 来感知平时察觉不到的东西 一支柱还说过 没有杀气和恶意的人是很难被察觉的 我好像抓住了一些要领 有没有办法可以扰乱一窝座的战斗罗牌呢 火之神神了 原武 你是怎么了 简直毫无防备嘛 斗气 磁铁 螺盘 胆直 杀气 这些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施高领域难道就是那个吗